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组织的天高海阔 之前我们跟大家聊过巨石镇这个传说 那么巨石镇一般都是由远古所不知名的文明所创造的 那么这些我们现在还不了解的文明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现在还有很多争议 但是在这个巨石镇的这些考古发现当中 有一个最著名的就是苏美尔的一些所谓的陶土所产生的一些文字记载 那么它严格来说它并不是石头做成的 它是当时用这个陶土所做的一些方块像石头一样东西 但上面用苏美尔的文字记载了他们的历史 苏美尔文明发源在哪里呢 这个苏美尔文明是在美索布达米亚平原上被发现的 美索布达米亚平原在哪里呢 它所处的位地大概在西亚中东一带 那么讲到这个美索布达米亚平原呢 在这个周边有一个地理上的池 叫新月沃土 为什么叫新月沃土呢 说的是在古代啊 这里有一个像新月湾形的一个地带 这里的土地呢 十分肥沃 这里土地肥沃是有原因的 因为它处在三条主要的河流上 第一条叫约旦河 另外就是我们所说的两河文明当中的 又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 在这个人类远古的时候啊 这些地方都是十分肥沃的土地 那么所以人类的这个文明 人类的农业种植就是在这些地方发源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吃的小麦 小麦我们知道今天无论你做面包 做饼做饺子 做面条 这些都离不开小麦 小麦最早的这个人类种植发源地就在这个新月沃土 而这个美索布达米亚平原呢 也处在这里 苏美尔文明的遗址啊 就是在这里发现的 这个苏美尔文明到底离现在有多久的时间呢 那么根据现在考古的这个证据啊 显示苏美尔文明在6500年前就存在了 6500年前什么概念呢 就是它比中国传说中的5000年的文明 还要早了1500年 今天我们讲到中华文明 很多人张口就是中华文明5000年 但是中华文明5000年从哪里开始算呢 有什么证据说明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呢 我们知道讲到中华文明 很多人觉得非常自豪 因为我们是四大文明古国 四大文明古国就是所谓的古印度 古巴比伦 古埃及 还有古中国 那么今天很多人讲到中华文明的这个优秀之处啊 还说这个古印度 古巴比伦 古埃及的文明 最终都消失了 只有中华文明一直传承下来 呃 这种学术讨论啊 我们可以各自有各自不同的观点 但是我们这要说的是中华文明真是5000年吗 中华文明5000年的概念是怎么来的呢 说的是从中国的下朝开始来算 那么中华文明呢 已经有5000年了 中华文明5000年这个说法 对于很多在中国大陆的学者 或者对于一些网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埃及的金字塔在4600年前建造 那么如果中华文明5000年 这说明我们的文明当时已经盖过了这个古埃及 但是问题是古埃及的金字塔在4600年前左右开始建造 这是有明确的考古来做出个结论 那么中华文明5000年呢 无论是在考古还是在历史记载上啊 都没有发现实质的证据 因为中华文明5000年的算法是从中国的下朝开始 我们知道你现在看中国的这个历史年表 下朝的皇帝 比如说雨啊 起啊 这些都十分清晰 但是问题是从中国自己本身历史记录当中的下朝 在考古过程当中啊 从来没有发现任何遗迹 比如说商朝因为发现了甲骨纹 我们很清楚知道商朝曾经是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一个王朝 那么在商朝存在过程当中 他的这个对国家的统治啊 他的这个王的这个传承啊 还有发生过一些什么大事啊 都可以通过这个历史记载 所以呢 中国商朝的历史被称之为信史 什么叫信史呢 就是信任的信 就是可以信任的历史 因为有考古有文字记载做证据 而下朝呢 似乎只是在历史记录当中的一个传说 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很确凿的下朝的历史遗址 比如说下朝的都城啊 下朝民众聚居的这个城镇啊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 那么有些人说中国有很多这个文化 那个文化的遗址的发现 可能就跟下朝有关系 比如说这个二里头文化 龙山文化 红山文化 可能跟下朝有关系 这里边的有两点很难令人信服 或者说不能说服所有的人 首先我们说这个 比如说二里头文化 二里港文化 龙山文化这些 确实它挖出了人类文明的这个遗迹 但是呢 它却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存在过的一个证据 比如说国家的都城在哪里 国家的这个城市分布在哪里 并且这些出土的遗址当中啊 也没有任何文字的记载 按道理说一个国家的行程 一定首先它进入了有文字的文明 这才会成行为一个国家 不然的话呢 充其量只能算一个部落 因为一个国家 它有它的行政管理体系 有这个官员的这个任命等等 但是呢 目前为止没有挖掘到 有关下朝存在国家这样的证据 那么再有一个呢 呃 现在好像文明程度最高的 有一个叫红山文化 因为在里边挖掘出了 比如说一些精美的这个玉雕等等 但是问题是红山文化 它处的地方啊 在这个现在的蒙古啊 到东北一带 我们知道下朝那个时候 呃 汉族人对这个蒙古东北 绝对没有任何行政上的控制权 所以这些文化能不能说明 就是下朝存在的这个证据呢 最起码在考古界没有形成一个共识 而苏美尔文明就不一样了 苏美尔文明距今大概有6500年 但是呢 它已经进入了一个有文字的一个社会 并且呢 这个文字啊 把这个苏美尔王朝的每一代王 都做了一个十分清晰的记录 那么这个每一代王的名字很复杂 它的传承也很复杂 我们在这里不展开了 这个苏美尔文明啊 一直发展到公元前的18世纪 后来被兴起的古巴比伦文明所取代了 那么这个苏美尔王表当中 它所记载的这个王朝的这个传承过程啊 这个历史啊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它的特别之处就是 它的第一代王啊 都是统治了几万年 然后第二代王呢 也统治了几万年 这些王的继承啊 有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他越后的王 他所统治的时间越短 那么在这个苏美尔王朝的后期啊 这些苏美尔王 他们的统治的寿命呢 就像一般我们所熟知的历史王朝 统治个几十年啊 统治个十几年啊 慢慢就这个统治的这个年限 就很正常化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根据这个苏美尔有关历史的记载 他们说他们的祖先是这样的 他们的祖先是神 这个神呢来自外星球 而这些外星球的神来到这里之后呢 就慢慢培养出了地球人 那么建立了这个苏美尔王朝 所以呢 他们在神统治的那个年代呢 那些神是 这个生命是没有终止的 我们知道 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神话传说当中 神都是永生的 所以这个苏美尔王表所记载的 他们最早的前几代神统 这个几万年呢 因为他们是来自外星球的神 后来他们在地球 慢慢培养出人类之后 那么人类就变成了跟神不一样的两种生物 所以人是有寿命的 所以后面的王统治时间越来越短了 有些考古学家认为 这基本上就是在胡说 因为这些王啊 都想把自己描述成这个君权神兽 所以呢 他们祖先是神 这种情况其实在世界各国不明当中啊 都不罕见 比如说日本 日本的这个起源传说当中 就说日本人是太阳神的这个后代 那么所以呢 日本的王室被称之为万世一系 就是他们的祖先 是太阳神 太阳神来到这个日本岛之后呢 慢慢形成了现在的日本 苏美尔王表当中 这个神是不是也是这样 为了表达自己的神圣性 所以描述自己是神的后代呢 好像似乎也不是 因为这个在苏美尔王表当中 他所列的这个王当中啊 其实一直到了这个近代考古当中 他们在苏美尔王朝结束之前 这些王都是能被其他的考古所互相印证的 而苏美尔这个他们的早先的几个王啊 是神这个传说呢 呃也是分成不同的神 其中有一些神取代了另外一些神 那么这就跟日本的这个万世一系 又有不同的地方 那么苏美尔王表到底他所记载的 这个王的这个传承可不可信呢 现在在考古学界还是有争论 不过呢 最协武马 我们知道苏美尔这个王朝啊 早在6500年前就形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 那么这要比有记载的中华文明早了几千年 好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聊聊巨石镇跟人类的文明 上一节我们说人类历史上 曾经在新月卧地存在过一个苏美尔王朝 这个苏美尔王朝他们的传说很有意思 你可以把它称之为神话传说 他说他们是由外星来的神所创造的 那么外星来的神创造了苏美尔人之后呢 那么慢慢他们就进入了这个文明时代 而最终外星的神也离开了 所以啊 苏美尔王朝前几代的这个国王啊 都是统治了这个苏美尔几万年 那么后来呢 就变成了千年啊 百年啊 慢慢就变成了几十年 就变成了一个正常的人作为一个王的存在 那么这个苏美尔文明当中的传说呢 当然以现在的主流眼光来看 就是个神话传说 但是最近呢 考古学界有不同的说法 这个人类的文明到底哪里来 其实一直有争议 人类跟这个外星文明有什么关系呢 也是有争议 这个苏美尔文明 直接说他们的神是来自外星的 这跟其他国家的这个神话传说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中国的神话传说有很多神 如果大家有看过这个封神榜 知道有很多很多神 但是这些神啊 没有一个说是来自外星的 都是来自一些什么高山啊 所谓的山不再高有先则灵 那么中国传说当中的神 来自这个在山里边修炼的 或者是来自上天的 但是来自其他星球的这种传说没有 并且呢 苏美尔文明跟我们刚刚讲的英国的巨石镇啊 他们都对这个太阳系有非常深的认知 比如说在苏美尔文明的记载当中啊 他们对整个太阳系的这个星球的分布运作的规律 记录的非常准确 那么在6500年前 他们是如何能够观测到太阳系的运作的呢 还是真是有一个外星文明带给他们的知识呢 这是也引起广泛兴趣的地方 那么再有就是苏美尔文明到底给人类文明的发展 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戈贝克利时镇 戈贝克利时镇的建造啊 很明显是需要大量的这个人力 那么需要大量的人力的话 就一定需要大量的物力 最简单 这些人靠吃什么能够把这个时镇建造起来 因为这个时镇建造是延续了这个好几百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 这个地方的人靠什么获得食物来建造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呢 之前我们说了在那个年代啊 人类不要说这个种植了 连刀跟火种都没有 人类还是靠这个狩猎跟采集野果生活的时候 那么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星星猿猴差不多的时候 他们凭什么能够让他们有这样的力量 建造这样一个时镇呢 这就讲到人类的这个进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就是人类开始学会种植粮食 那么人类最早种植粮食有很多 其中有个小麦 小麦的种植是不是令到刚才我们所说的 哥贝克利时镇的建造者们获得了稳定的这个粮食来源呢 最新的考古发现确实在这个哥贝克利时镇的周边呢 发现了人类种植小麦的遗迹 所以人类的小麦种植啊 也是从这个新月沃土开始的 在新月沃土 人类首先寻花了小麦 然后呢开始人工种植 让在这里生活的人呢 有了稳定的粮食来源 这个稳定的粮食来源 一定是令到这里的人类在文明进步方面 获得了一个飞跃 有了稳定的粮食来源 人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变 然后人的寿命有所延长 然后人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文明的发展 比如说创造出艺术啊 我们看到这个哥贝利克时镇的这个雕刻艺术啊 就相当的这个精美 在那个年代来说相当的精美 所以这个新月沃土地带 在人类的文明发展过程当中啊 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作用 就是它首先发明了种植小麦 今天我看到还有一些考古说 中国是最早种植小麦的 那么这种说法其实并不是主流的说法 一般的认为是在这个新月沃土代 种植出小麦之后呢 然后这些小麦种植技术啊 随着一些人类部落的迁移 传入了欧洲 传入了中亚 传入了西亚 乃至传入了东亚 到达了中国 所以现在发现 中国最早种植小麦 跟食用小麦的是在新疆 然后从新疆再传到了中原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人类的文明 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文明 是可以孤立发展的 任何一个文明 都是受到了其他文明的影响 然后在受到影响的基础上 在创造 比如说中华文明 今天我们讲到四大文明古国 中华文明值得骄傲的 就是从中华文明发源到现在 一直有一个传承 但是这个传承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吗 很明显不是 其实中原大地曾经被无数的外族统治过 比如说蒙古人 比如说这个满族人 而满族人 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候 一定带来他们的文化 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 离我们比较近的这个清朝 清朝是满族人所建立的王朝 今天在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当中 你说清朝满族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这一点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说这个满族人是汉族人 那么从这个DNA的角度 你就很难有说服力了 其实无论任何族裔的人身上 都有多种的DNA 过去我在节目里面讲过 美国有个公司是专门提供这个服务的 你只要交一定的资金 然后把你的唾液给他 他就可以研究出你身上 大概拥有什么样的血统 有时间其实我也很想去试试 看看我身上到底拥有什么族裔的血统 今天在中国完全是纯种的汉族人 应该是不存在了 因为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当中 多是被外族入侵所统治 所以文明也好 DNA也好 血统也好 都是一个融合的过程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跟我们说的石正跟人类文明 没有直接的关系 讲到这个巨石正 我们说这个乔治亚州的这个引导阵被炸毁了 那么他建造的神秘 被炸毁的也很神秘 到底是什么人炸毁他呢 我们知道很多人认为这个乔治亚石正的 这个所谓的引导是上面写的 是属于撒旦的语言 所以呢 很多人认为它是个邪教的象征 那么什么人炸毁他 到目前无论是乔治亚州的州政府 还是执法部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我们这里特别要说的是 乔治亚州这个巨石引导阵建成州啊 这个建造者就把它捐给了这个州政府 所以这个财产上来说呢 它是属于州政府的 在乔治亚州引导时这个石正被神秘炸毁之后啊 在美国又出现了一些神秘的事情 在各地呢 不同的时间突然出现了一些不锈钢的这个柱体 那么后来呢又神秘消失了 最终有一个艺术家出来承认 这是他做的 但是呢 这个艺术家承认他只做了几个 比如说在我们加州死亡谷出现的这个不锈钢的柱子啊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承认是谁做的 但是呢 这个柱子又突然的消失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不锈钢的柱子呢 这也跟一些神秘的传说有密切的关系 不过呢 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就没有办法把这个神秘的金属的这个钢柱 或者是这个三角形的柱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了 以后有机会吧 有机会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大家关注的有兴趣的话题 或者大家有什么对周边的事情有兴趣的 也不妨跟我们留言 我们看能不能跟大家也来一起来聊一下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天的通常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